台湾今天新冠肺炎本土白的 卡进300公里 照着回归有331 今天中华官今天新增加两个 目前中华官都从卡进人数是111 中华官亦正在海应变中心 亦正对亦正来进行上市的说明 今天两个 啊 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 因为这样就放 就有点松懈掉 那我们到现在累积的确诊人数有111人 居家隔离的人数有1271人 那已经完成筛检的数字是7977人 那我们的阳心率是算在1.39% 那我们的乡亲不要因为说我们的今天的新增病例少了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说我可以来去散步了 我可以来去外面泡泡走了不行哦还是不行哦 好那我们从5月13号 第一个我们自己县里面的本土感染个案以后 今天的这两个案有一个是学生从台北回来 那确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回娘家吃个饭 妈妈跟孙儿都中奖 然后呢 这个阿姑呢 回来借个洗澡也中奖了 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那这样的话可以保护你自己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家人 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公布我们最新的一个足迹哦 那一个是我们统联客运彰化站 在5月18号8点40到9点10分 第二个是5月21号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被抓到的 他到我们的汽车旅馆了 所以在同样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那你有跟相关的一个接触室 请你务必一定要做好自主管理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有任何身体不适 请你快点到我们的医疗院所来进行裁检 那请你要告诉他你的足迹跟接触室等等 好 再来今天我接了好多通电话 我们这一次可不可以打到疫苗 跟大家报告 这一波41万剂里面第一波是15万剂 分发给各个县市政府 我们获取配发是6500剂 给我们彰化线 那我们会用在医护人员 警察跟消防的第一线人员 先来进行施打 我们还会继续再争取第二波 那我们呢在上一波总共18000剂里面 我们呢医护人员已经施打了 4成2 那这一波再补上去大概可以到达 所谓的8成2 那另外我还是一直强调 这一波疫情要能够有一个这个 结束一定是要靠疫苗 所以还是要呼吁中央能够开放给 7月申请合法采购的疫苗 藉由民间的力量我们一起来防疫 那今天新增加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这个单一感染案例 也是一样 刚才现场有提示 是一个北部回来的大学生的家人 感染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昨天所报告的 桃园回来的家族 又增加疑力 我们请看下一张 那在讲这个案例之前 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养生会馆所造成的群聚 那昨天新竹市有通报一名 有从新竹来到我们园林的这一个消费者 那他后来确诊了 那这个整个案例后来经过我们警察局的确认 警察局实际上在5月22 他就配合我们卫生局的疫调 立刻就是掌握到这些账册 还有所有监视器的这些相关的记录 然后一笔一笔的查核 确认说他在5月15之后 并没有营业的一个状况 然后里面相关战策我们比对了 5月15之后也没有相关的这些客户在进行 所以这边呢 我们卫生局要非常感谢我们警察同仁 大家替我们做这个把关跟确认 那昨天新竹市通报了这名案例 后来知道 他是在5月21 来看这个养生会馆里面的一个路径 这位路级的女士 之后呢 他们就到一个摩铁去 所以整天的过程 并没有进入这个养生会馆 那这位他来找他的这位路级的女士 其实我们了解 他之前也在新竹工作 所以这两个 这两位这个男士跟女士 本来就有相识相熟 那他去了这个摩铁 因为在这个21号那天 这位女士 这位路级的女士 也已经有了传染性 所以我们昨天确认这个足迹之后 也把这个摩铁里面 向外人都已经匡列做采检 然后也公布了足迹 我们请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 刚才县长也有提到 这是在园林的一家汽车旅馆 它是在5月21号的1点08到3点46 所以也请在同一个时间 你有到过这个地点的民众 14天之内一定要做好自主金刚管理 有症状就要就医裁检 下一张 那另外新增的个案有两名 一个是桃园返乡的 那这是这个妈妈的哥哥 72岁 刚好5月15到他家中 所以同一时间他也感染了 所以他确诊 这个是桃园返乡群聚新增的案例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另外昨天的新增 是一个台北返乡的大学生 他是在5月13日 跟北部一个确诊的个案 他同一个教室 然后他5月14日呢 就返回了彰化 然后他到5月20日 才看到学校的公布栏说 有这个确诊者的足迹 那实际上 他在5月17日就已经出现症状了 可是呢 他的父亲 5月21日发病 是父亲先来医院看诊 确诊 他CT只是15.28 全部匡列了 之后才把整个群聚找出来 这个接触室找出来 这个二女儿实际上他检验结果 我们刚刚知道也是阳性 这个是等待明天中央来做判定 所以我们研判这个家族 其实会被感染的比率应该是很高 那这一次再次强调我们 你从风险热趋回来 14天之内 请你务必做好自主经安管理 如果有症状 务必要去就医裁检 那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 家人都要一起注意 因为这个是父亲先确诊 才回来找到他的女儿 所以全家要一起注意 因为全家都有很高的一个风险 去得到这个感染 所以请民众大家一起来配合